博烈鱿,我们今天讲一讲 接下来十月份的 首先,会不会有十月惊奇 就是说每一次美国大选的时候 会不会出现一些令大家很惊喜的事情 另外就是说,究竟十月份 我们大家怎样看股市的走势呢? 周显,你说一下 好像金黄海啸不是在大选之前发生的 我不记得了,2008年 2008年是大选 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是很原学式的问题 又是原学? 你经常都原学 我之前说,现在美国股市是太高的 而且实质经济是双违背的 但问题是,现在的息已经到达这样的状况 就是说量化宽生到达这样的状况 那究竟 两个,一个拉,一个斜 究竟会不会 在哪一样走? 就是会不会拉断呢?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只知道,如果发生了一个世界性的股灾之后 整个世界就没得救了 金融体系 那么厉害? 因为之前你可以用减色量化宽生去对付它 但是现在你不行了 你讲这个逻辑 你讲这个逻辑就是说 其实大家可能 上一次2008年用量化宽松这个方法去救股市 这个所谓的财资市场都不相信这个 你没得不相信 因为现在已经做了这件事了 你吃着药的时候,你都爆发的时候 现在已经在吃着药了 你都爆发的时候,你就没得救了 但是你看10月 就是 不是出现一个股灾吗? 我不是很认为 但是我认为有 因为如果我这样说 如果认为有一个股灾,如果有一个股灾 又尿中了,这样发达很容易 但是问题就是 我认为这个机会是不容抹杀的 就是说如果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出现股灾 股灾情况之下会出现在一个情况之下 就是股市很高 只不知炒得很高 现在问题就是出现在股市炒得很高的问题 我不管你有什么基础 只不过你的股市在短时间之间之下升了很多 在一两年之间之下升了很多的话 你发生股灾的机会率就会突然之间增加了 就算很多时候你的经济是快速增长的 但是问题是股灾跌了一跌,然后再上升了 就像美国在1987年之下 美国的股市很快就复苏 但是问题是你还是有股灾 但是我们现在看香港的股市又不是这么高 其实呢 那会不会跌得更加残 还是说其实都跌定了呢 其实就是这样 因为计算之前是一两年 不知为什么呢 美股升它不跟升 美股跌它也不跟跌 不是啊 很多你的行家QO说了 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背靠祖国嘛 所以我们跟祖国多些嘛 这么说 你不要理那个 你不要理因为什么原因 我只是说个事实而已 就是说 就是美国升它不跟升 或者跟升有少少美国跌它就跟跌 就是你去说个原因 我说个事实就是这样 那原因就是第二样东西 究竟是不是这个原因 那当然美国 但是呢 如果纯粹计算金管局标的资料呢 因为我一天跟他吃饭 跟他讲的资料 哇 没有了爆啊 不是 他说 他说香港股和美股的correlation 是大跟A股的correlation 是吗 是 就是说他 就是 反过来他否定了 过去这几年 说这个香港股市跟内地股市走的想法 我想这么说 香港的股市是越来越跟内地股市走 但是不是代表 就是他越来越走得越走 就是比重没去到 那为什么呢 其实我这些都做了一个 不是一个数据 是一个理由的分析 一个宏观的分析 其实就是因为香港 港元和美元搞好 当你美元多的时候 就是美元印度多 为什么现在香港都不好 那么多美元进来呢 因为美国印了很多钱 或者他做了很多两话分析 就是令到那些金钱 很多手头冲动 那多少都留在香港 留在全世界 就是说他多了10元 有10元之后 那只有一两元留在香港 新加坡那些地方 所以香港和新加坡 那些地方全部都是大家 现在台湾全部都多了钱 但是现在全部都多了二钱进来 现在全部都多了二钱进来 全国多南 全国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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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会是怎样行呢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 看报纸有些高价成交 又有些 但是又有很多选手的过往 是 其实因为你没有了利益 你现在因为买卖成本高 所以没有利益 你通常都是会 有些高低 就是对于你的差价很大 其实是不是成交太少 根本上不能作准 是成交太少不能作准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从短期几个月来看 或者一年半载来看 都不会看得太好 因为始终收入有限 现在唯一就是靠低息去维持 但是 它长期有一个 我想利淡因素 大家全部都知道了 不用说 它长期有一个利好因素 就是 其实在看那些楼 供应量是很少的 因为之前有一段 停了起楼 停了供地 所以到最后 供应量会有一个团层 但是 现在出现一个很古怪的现象 就是 我认同你的说法 就是供应少 但是收入也少 这个出现的现象 其实应该会出现一个 就是两者之间 会发生什么 会发生就是 我觉得会是一个拉扯 会不会是那些发展商 反而移动得更加厚 就是我不出本 因为既然我买得不好价 但是问题是 有很多大陆发展商 如果有很多大陆发展商 他们要订 大陆发展商很欠钱 所以大陆也有一些东西 要订出 所以我不认为是有机会很好 因为虽然供应少 但经济实际是太差 而且太多人移民 但是问题是 太多人移民 很多人没有移民 我想是一第六位数字的问题 问题是多少 不过移民的时候不同 80年代、90年代 80年代、90年代 那些人移民 是很多人移民 是 嗯 不 没关系的 现在因为试图 太多人出现了 现在很多人就说 我对香港完全不信 那怎么办 但是 到了最后 现在很多人移民 是想想想 不如想想想 是资源移民的 现在是个人移民 他一部分的楼是不移民的 他如果供掉了的楼 他可能不沽 一部分人在香港有钱了很多 那很合理 因为他在香港 可能得到的 EU的回报 会比在外国买楼 是 如果比较有钱 我想香港 他未必会购买楼 你不是只有一托楼 那些有两三托楼 香港未必 可能只买一间 那些 所以 是不会像八九十年代 至少 九十年代的时候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中国的情况 其实是跟现在相差很远的 中国的情况 现在其实很多人 一个人说了什么 他们都回大陆 看到大陆的状况 没有那么令人震惊 那个状况 所以 都是很多 那些政治移民 到了最后 很多人的东西 就是 萧生也没卖 他两间上市公司 是不是 萧生你也没卖 他上市公司 楼也没卖 你讲一下 又讲到别人那里 好了 今天听过我和周显 尤其是他 分析比较多 讲这个 金股汇 不是 我们没有讲到黄金 但不要紧 黄金其实不用讲 我老师会讲很多 施生 他之前讲了太多 讲专业 我们今天讲了这个股 楼 两方面的东西 下一次和大家再谈